第三題有問題的 我想這些歸類為不時活心 上一步你就寫那兩個墳墓是這兩個 這兩個墳墓當然就是一樣的 這兩個墳墓 但是你承開就是這一個 你承開其實是這一個 我把這些政府全部調轉 你把這些政府完全調轉 但是你同一時間留意一下分子 我的負拾 分子計出來其實應該是 負拾 那是怎樣 其實有沒有負號 你說上下我會解禁 最後有沒有負號 最後不應該有這個負號 等一下 但是如果分子是負拾的話 那我下面那個負是 那都是照整個通過的 那些政府的負號 只不過最後沒有了負號 是啊 ok 還有呢 還有你都要改 現在你有沒有改 你現在是用電腦上的 你用電腦上 你照開iPad 然後改進去 待會我們一路做這份的時間 你一路在那份工作上做 好 明不明白的意思 明白 還有我想你 我是不是要你安裝一個iPad上的 有嗎 可以 不過應該要錢的 但之前港幣的特價好像十多元 因為有同學安裝了這個 他就用那個app來做 做完之後他傳給我 而我直接可以拆他的東西 直接拆了他的東西 明白嗎 我在上面寫東西當然可以 PDF就可以了 但我可以改他的東西 拆他的東西 什麼似乎更方便 你可以看一看 好 第三題講了沒有 還有呢 其實你的份母 不應該factorize 回頭的 那個份母應該是上一部那個來的 就是什麼 你最後那一部我不管那個符號 你是不是把份母factorize回去 是啊 不好啊 啊 即是我用6XXX的那個方法 是啊 即是那個find answer應該是 3 over 我又見不回它是之前的 因為呢 其實如果你是要factorize 你當初為什麼要承開它 對 還有因為它是叫你sympathize expand and sympathize的意思 所以記住不要 那expand就是括號括號 不是 factorize就是括號括號 可以嗎 可以嗎 其實它叫你sympathize 其實你是不用factorize回頭的 第四題 你有錯的 A part沒有問題 A part是正確的 而你的B part呢 我會見到A part 就是A part的題目就是頭兩個term 所以你把A part的題目寫下來 沒有問題 好了 啊 這裡有問題了 為什麼你後面那裡會變成這樣呢 不是嗎 你跟我說 它的common factor是什麼 你說那兩個括號 我淡藍色 那邊是暗示了 哦 它就這樣 哦 說 哦 是不是3 嗯 就是-2AB2次加3B3次 數字上的common factor是多少 2和3就是12 -32和48 什麼啊?為什麼-3? -32和48 -32 就是12 為什麼是12 -24 不是24 怎麼會不是12 -32是12倍數來的 -3次 -3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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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除48 -22 -32 -32除48 -32除48 -17 -16 -36 -16 -34 -16 -16 還有你本身的寫法 如果你寫到這樣 試問哪會有common factor 第三步 你第二步那兩個括號是2A-3B 前面 後面那是2A加3B 如果你錯了第二步的話 何來有common factor 2A-3B 好 那你下一步你現在繼續做下去 下一步 現在才會有2A-3B的common factor 後面剩下什麼 A二次減16B二次 對 之後再fac 對 fac成怎樣 可以 3 2A-3B 2A-1B 2A-1B 2A-2B 是A2-32AB 再加256B 其實我也想跟你說,你本身寫了那些東西 最後那部你寫是這個 最後那部為什麼會是這個 為什麼不是這個 你知道最後那部是什麼嗎? 最後那部是A-Ba2 真的嗎? 跟A2那部怎麼一樣呢? 而且別人叫你factorize 你有factor嗎?你沒有factor 叫什麼factor? factorize就是將它變成為小塊小塊雙乘 將它變成一塊塊小塊好雙乘 就叫做factorize 你現在知道A2-16B2次可以怎樣factor? 知道 多少? A2-16B 其實是A-4B跟A-4B 不是16B 如果不是成為4 為什麼你好像什麼都忘記了 太久沒做這些 沒做這些部分 我最多都是做by topics 這些就忘記了 都說做by topics是沒用的 你做by topics那些 你真的做的那時候才記得 要不然你什麼都忘記了 你這些呢 現在我們只是說第四題 其實你真的要適合 其實真的要 第四題可不可以選第四題 你不是做錯 你好像連factorize 什麼都不知道 不可以不記得 不可以不記得 其實是 沒有啊 就是一個星期做分割 沒有什麼提示 那你做不做到才行的 我正在嘗試中 因為呢 我現在是 一個星期 分了每一天 有不同的時間 做不同的一科 然後 我正在嘗試去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這個 就是實行 是怎樣的 對象 對象我一個星期 我只說五日 就是week days那些五日 那五日裡面 我已經分好了每日 可能for這一科 那我就是星期一補數 那星期一補數 我就補完之後 我可能做一份 我那時候做會好些 即是呢 OK 好 第五題是對的 第六題是不對的 第六題 第六題呢 你很奇怪的 B部分你答案是對的 但是A部分呢 你是扣了一分的 即是整條你拿了四分 你這裏是對的 這裏是對的 但是你這裏是錯的 所以扣了一分A分的 所以這題你四分拿了三分 你錯什麼呢 這個是O來的 O即是怎樣 O即是有油就要 OK 藍色這個區域就是 X 那就是全部 是啊 而綠色這個區域就是 X小個等於2 所以有油就要 O 有油就要 那所以呢 你A部分答案應該是 All real numbers OK 還有你記住 題目沒有叫你畫圖的 即是他沒有叫我就不用畫的 題目沒有叫你畫 你就不用畫 他叫什麼畫 什麼畫 Numberizer 什麼 Represent your solution graphically 哦 OK 就是諸如處女的一些說法 他沒有叫你畫 你就不要畫 你要畫 來combine在一起 就畫在草稿子 畫在bundary外面 即是畫在margin外面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即可能 只是一邊的話 就 只有X大 或是二 就只有一個 對啦 不過你bpart就對的 嗯 bpart就對的 第七條 錯的 第七條 他就說有個sector 嗯 他就說有個sector 你的色呢 其實你都記得的 那些色 你記得的 但是你錯什麼呢 又是錯一些無謂的東西 你看一看 是 錯什麼了 錯的了 看不到嗎 還是 看不到 你錯錯了兩樣東西的 你上面那行死一三五派 下面那行為什麼死一三四派 OK 這應該也不是重點來的 這個系統 似乎是怎樣抄錯題目 似乎是吧 那會寫一三四 什麼 真的不知道 對了 抄錯了 你是抄錯還是計錯 還有為什麼你的派沒有了 我以為他可以約出來 你約了 如果約了也沒有派 我不知道 其實你這裡應該還有一個派在這裡 我現在如果右邊都有派 就是我將 哦 我的 本身那個派 其實最好 那個派 應該是第二部 已經兩邊都沒有了派 兩邊都沒有派 是嗎 那那個R24應該是多少 一三五啊 記得是 嗯 R24 R24 25 等一下 為什麼你說那些派沒有了 或者怎樣 左右兩邊都有派 對嗎 就是如果他這樣 一三五除這個 那他就上去約了一個派 所以就沒有了一個派 對 其實一開始 你左右兩邊都有一個派 而左右兩邊都是成數來的 那就約了一個派 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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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除五over十二 還是他波甲 真的五十四 開放五十四 一三五除五over十二是多少 一三五除五over十二是多少 一三五除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四 那個R呢 十八喔 哦 十八 十八啦 但你要說 難怪我實在A部分它已經計到好像 已經錯額了 它計到那些難受 但你要小心啦 題目問的是Fighter radius of the sector 其實你一開始你要讓RCM 這要寫 什麼話 我只是OK 我忘記了 都不止 你最後都要有答句 所以The radius of the sector就等於18cm啦 你因為A部分錯了R 所以B部分都是錯的 不過 你的B部分是會拿到分的 因為你的算式是一樣的 哦 有分 是這兩個地方錯了的 你應該呢 你應該呢 如果你改回18cm呢 18cm呢 那就對的了 OK 那條色是對的 那條色是對的 但是 亦都但是了 所以你要做多些練習 你條色對 但你的答案是錯 我錯的意思不是說 因為R找錯了 所以你的答案錯 不是 我意思是說 就算你的色是對的 就算你的31.8cm是R 你這個答案也是錯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你這條色裡面 前面是有派 後面是沒有派的 你見到你後面這個 是沒有派的 是啊 那為什麼可以加上 所以你後面的答案 為什麼會這樣只有90.0成派呢 OK OK 那 15星應該有派的東西自己運算 接著加上沒有派的東西 是 那你便是in terms of派 你便可能是10 如果你的R18下去 那應該是15派加36cm 嗯 嗯 嗯 有改緊了 是嗎 嗯 嗯 改完了嗎 OK OK 改完了 OK 是 好 之後第八題 是嗎 第八題 不懂 喏 第八題 其實呢 第八題 其實我們已經要 喏 你還講不講到給我聽 第八題這個 你知道是variation 是 是 這是什麼variation 這是什麼variation Pa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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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sally 對嗎 嗯 他給了兩組的資料給我們 所以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兩個K是不同的 K1K2 是啊 我記得了 K1K2 K1K2 對 K2K1K2 對 K2K2 K2K2 記住 記住 Pa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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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tion 它給我們幾多組數據 應該就有幾多K 所以 我經常忘記了寫K1K2 OK 不靜止 就算你寫K1K2 你都要寫什麼 K1K2不等於0 是 或者什麼 rare K1K2 anon 0 constant OK 這裏做的所有應該都是A part 所以呢 你這裏就代了一個F2是34 所以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裏就錯了 嗯 而旁邊呢 你就在做F3 對F57 一樣問題 好 之後 我們2Equation 2 有一個Annonce 你有沒有計算機呢 在旁邊 在旁邊 你幫我按個K2出來吧 K1就是13 K2就是2 嗯 好 所以A part 最後應該是 Fx 所以Fx 等於 13x加2x2 好 改了嗎 改了嗎 OK 之後呢 我們就會先把你抹完 怎樣抹好呢 如果這樣買 不如這樣買 不如這樣買 讓你知道我改在哪裏 好 我用回白色不捨 所以Fx等於70 你應該是把這個抹下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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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之後應該是自動波 那 Rearrange 一些Terms 之後 Cortractive Formula 即Fx01 嗯 好 寫出來 哪兩個答案 好 按錯了 爛數 靚數 靚數 3.5 即是 2x減7 x加10 是的 所以x 有一個是7x2 有一個是-10 因為題目沒有說那些x是甚麼來的 所以一定要是正數 一定要是整數 還是怎樣 他沒有說 所以兩個都是答案 嗯 OK 那你的練習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今天星期四 其實整天有多 對 對 超多測試 不是啊 真的不關事 其實真的 對 其實你是保持 你去到study lift 才會比較有空 你可能要交SBA GHL 那些 但其實真的 對 SBA都已經 減了很多 我的Electrics 所以不用SBA OK 只是中英文SBA 但差不多了 都現在快要SBA 不是啊 但我的意思是 其實 是不是都已經是要 撇開學校那些事情 你是怎樣都要做的 我現在盡快給你習慣一下 我每個星期間跟那個那個 那個時間碟 來 叫做温輸的數 但是如果你問我呢 每天一科 就未必好的 其實 每天兩科 你講的是 溫一半 就溫另一科 其實呢 有一件事叫 學習曲線 又或者不要講到麻煩 其實你 可能 你分段時間 溫不同 即同一天 分段時間溫不同 方法會好一點點 你打算每天溫多久才 你暫停的話 我放他回雷拿 然後 我不用補習的話 那可能量三點 三成開始溫います 溫到六點 然後吃個飯 七八點 七八點溫到不定 然後 你會不會溫到那麽長時間 你這樣計 每天溫4個半到5個小時 溫到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這樣 我會建議你可能是 分兩個session 分兩個session 甚至乎分兩科 甚至乎三科 每科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如果你是做到你剛剛講的 回來放學三個小時 你就分兩科 吃完飯之後就再分多一科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不同類型的東西 一開始pick up的時間 是會學得快一點點的 因為我們會比較有興趣的新鮮感 所以就會快上手一些 但是到了你的時間一邊長了 就會一邊慢下來的 慢慢的 efficient 反而就沒有那麼高 有些人當然不是啦 現在拖了頭上去就很專心啊 很成的 那你要看看自己是哪一種 我反而是想 因為數學 尤其是數學 你不覺得要 一開始 我現在開始做數 跟著 慢慢的想做 但是你越做越ok的 我不知道你一邊做下去才做順了 其他科都沒有什麼所謂的開始 數學要開始做過後 那你起碼就是 還有我不知道你怎樣 其實最好你就在一天有固定的地方 ok 你房也好 哪一天就好 固定的地方就是用來做事 ok 整理清楚 把桌上去就只是攤上你 要用的那些東西 ok 儘量不要有零食 麻煩你 真的 是有效的 好 還有數學就算數學卷 我也跟你講過九萬幾次 PayPal1也好 PayPal2也好 PayPal2最好就一次過做 PayPal1呢 你們可能分兩次 甚至乎三次來做 ok 無論如何就是要做 你想講新的東西 你想先講counting 還是先講這份PayPal1呢 Hello 你在說話嗎 剛才有點固定 你想先講學校的counting 還是先講PayPal1呢 不是 不是 現在學校是教到Morah的 Morah Perpability 是 剛剛開始教 但我想問permutation and performance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2的那些很簡單 只是一塊東西不用吃 或者加那些東西都ok 但是呢 一要成或者加那些就有些困難 為甚麼會覺得 為甚麼會覺得這麼快的學校 不知道 還有呢 他派了我們學校的final的partshiver 甚麼時候考 五月尾 五月尾 一個月 還有 還有少許時間 好吧 那如果是我們先講counting 如果是的話 好 那你學校都教了 那你有基本的認識的嘛 permutation 你知道是甚麼了 其實是嗎 嗯 number of arrangement 分他們那些 是計算的 分他們 factorial 有一點點的 那 permutation 我們是通常用是nfactorial 或者是npr來做的 嗯 ok 我們直接看一些例子好嗎 好 好 先看看 太basic那些我們不看著 好 試試看這裏 真是不行我們才扔回頭做 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好 第十七題 八個 咦 我想問我上次是沒有跟你做這裏的 還沒做 還沒做 八個同學就參加歌唱比賽 對啦 個個都要排的 ok 如果個個都要排的話 有幾多個 rank 就是排成績的方法 那這個是8p8的 C 為甚麼是p 你說C 是啊 為甚麼是C 那個問題是 我是這樣記的C是 它沒有指定 譬如當 它有指定說 可能在八個人裏面 要選三個人做committee 就有不同的職位 這樣的話就是permutation 就是它有指定它是 不可以亂來的 那個意思是 算不算次序 算次序就是p 不算次序就是c 算次序就是p 次序就是怎樣 什麽 次序就是 次序就是什麽意思 次序就是 它只可以這樣拍 不可以亂這樣 不是random 我用個random 這個用得不太好 我用個例子跟你說 抽獎 大抽獎 大抽獎 ok 如果現在你們抽頭二三獎 是很重要的 那次序是否重要 重要 當然重要 譬如都是ABC這三個人抽出來 那你抽ABC CAB 還是怎樣 它們就會 令到它們得的獎就不同了 所以次序就是很重要 所以次序就是很重要 如果現在你抽獎 但是抽的全部都是20元 QPON 那你抽出來的次序是否重要 不要緊 就是不要緊 因為抽出來的次序 因為抽出來的次序不影響你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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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現在這裏說的 8個同學 A part 8個同學都要wank 8個同學都要排次序 哪個第一 哪個第二 哪個第三 哪個第八 8個都要排 那就P 那就是8P8 那8P8 8P8其實是8 factorial 來的 嗯 就是講全排列 OK 就是教的時間呢 我們先教Factorial 但是到教了NPR 呢 同學就可能喜歡用NPR多些的 嗯 就是就算是明知8Fact 都會寫8P8 那B part 就說了 原來8個同學呢 不是8個都要wank的 就只不過有3個獎 就是金銀童 8P3 是啊 所以第四、五、六、七、八名那些呢 就是參加圓化一場夢就算了 嗯 所以8個抽3個出來 而這三個被抽出來的次序是重要的 那什麼8P3 嗯 沒問題吧 沒問題 OK 那我們都不會條條做的 十九題 十個寶塔社 你們當是 有四個同學就想去報這些寶塔社 OK 那就問了 如果他們四個一定要去不同的寶塔社 那有多少個選擇 C啊 10C4 不會是C的 為什麼呢 那意思啊 因為不同啊 因為那四個同學是四個不同的個體來的嘛 是啊 譬如你用C的 你用C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哦他們四個就讀A、B、C、D啦 那誰讀A、B、B、C、D 沒有所謂啦 那如果你是用C的話 但是不是啊 同樣都是A、B、C、D這四個中心 配不同的同學 就叫做不同的結果 OK 明白嗎 明白 就是這個意思呢 就是有四個同學 那就是四個 四個位的字寸 OK 那每個中心就有譬如 中國數目字1至10那樣 那意思就是你在中國數目字1至10 OK 這10個中國數目字裏面抽四個出來的一個排列 抱歉 是一個排列 就是講第一個同學去哪裏 譬如第一個同學去3 第2個同學去6 第3個同學去2 第4個同學去9 那同樣 那我當都是3、6、2、9 但是那個次序不同了 那就是不同的同學去了不同的中心 雖然都是這四個數目字 嗯 那所以就要計次序了 所以答案應該是10P、4 可以嗎 可以 現在暫時講到 你要不要分次序 你比較 混亂了 你要想清楚 算不算次序 OK 你要想清楚算不算次序 廣到明排隊的 OK 廣到明是拍照的 或者是坐法的 那肯定是算次序的 是密碼的 那當然是次序 OK 好似你剛才說 我要組成一個組織 我要組成一個組織 是三個組織 如果這三個組織是 主席、秘書和財政 他們各自有不同職位的 那要不要次序 要次序 要次序 十個中心 這四個同學 任他們選擇 沒有所謂 那所以每個同學有多少個選擇 十P4 答案不是 不是 十C4 都不是 你不要放棄 為什麼會用C呢 無論如何 不可能用C的 剛剛你解釋過 你不同同學去不同Center 就是不同的結果 那有什麼可能不算次序呢 你回答我 剛剛我問你 每一個同學 There are low restrictions 每一個同學 有多少個選擇去哪個Center 十個 每個都有十個 是 因為沒有限制 我不用你其他 我不用你其他的同學選哪 總之我自己選 OK 那是不是四個人都要選 是 不是四十 是 我知道 十 Factorial 乘四 十Factorial乘四 不是 十四次方 為什麼是十四次方 為什麼是十四次方 同學A 他有十個選擇 同學B 有十個選擇 同學C有十個選擇 同學D有十個選擇 他們每個都要選擇 N N就乘在一起 OK 所以就是十乘十乘十 OK 再乘十 就是乘四次方 OK 其實Counting這一課 是幾難的 說真的 最慘就是你做完 你想想的時候 覺得頭頭試到 都是這個答案的 但其實錯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OK 當然這一課就很好玩 其實真的很好玩 好啦 二十 可能嘗試給你看看多一點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二十 有七個英文字母 而這七個英文字母就是English 那這七個英文字母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E一個N一個G一個L一個I一個S一個H 可以嗎 不是 7P7 對 A part 7P7 就是全排列 那就是7 factorial 不要理會 B part If E must be the first letter 給你自己想想 6P6 Good 是不是結束了 當然沒有 結束了 結束了什麼 加1 要什麼加1 完了 喏 你不會加的 意思是什麼呢 明明是不是有七個位要排 是 明明有七個位要排 但是呢 它是做馬 第一個一定是E 這個是MUS的 是沒有這個不確定性的 所以真正要排的就是六個位 真正要想的是六個位 六個英文字母 所以就是六 factorial 這個E這裡已經定了 是不需要的 你硬要寫可能是一乘六法 一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這個E已經定了 就沒有了不確定性 這個位置就只有一個選擇的意思 好 二十 一 二十一 二十一 我想這幾題 我們可能要看得足一點 可能一到二十四 我們都要看的 看完題目沒有 嗯 嗯 就有六個數目字 一 三 五 六 八 九 這裡是六個數 好了 它又想抽三個出來 說明是抽三個不同的 就是抽了一 就不可以再抽一了 那就是那個三筆 不是 所以那個三筆數目呢 就必定是 什麼啊 抽三個出來 六筆三 喂 但是A part 它是delizable by two 只有兩個 那個是三位數來的 所以是 但是它這個三位數要是二的配數 比以除得盡 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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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3P2 那個3是什麼來的 三個 要選 其實你知不知道NPR的意思 不知道的 就是你 真的不知道的 對 我跟著那個方法 為甚麼 OK 其實NCR NP sorry NPR的意思 說是在N樣不同的東西裏面 在N樣不同的東西裏面 抽R樣出來 排 排 排列 OK OK 排列 OK 在N樣東西裏面抽R樣出來 OK 那當然是N樣東西是不同的 而是reval replacement的排法 所以我們才會有全排列 就是六個都要排 有六個數 六個都要抽 六個都要排 就是6P6 如果現在不是 現在是三個數 如果 如果 這個三個數 什麼都沒有所謂 那就是6P3 因為六個抽三個 好嗎 OK 好了 現在要小心 現在要小心 How many A part How many three digit numbers from that are divisible by two 我們這裏要抽 抽到怎樣 抽出來的數 要是二日配數 那我想問你 二日配數是什麼特徵 雙數 個位數是雙數 嗯 好了 而這六個數裏面 只有6和8 這兩個雙數 是嗎 只有6和8 這個雙數 而現在呢 我是要 抽出來 那個個位數 unidigit 是否只會是6或者是8 明白什麼意思 不明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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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A part 要我這樣抽 那就是迫著我的unidigit 就是最右手邊 就是最右手邊 不是6和8 所以 就是有二 二 就有兩個選擇 嗯 就是不是6和8 是成的 是成的 那我想問 那前面這兩個位 其實我是在幾多個數裏面 抽幾多個出來 是6 6個? 6個? 6個數入 不會6個 怎麼會6個呢? 是5秋二 5秋二? 5秋二? 是 是 因為你的最後一個個位 必定是 不是抽走了一個6 就是抽走了一個8 不管哪一個都好 都剩下5個數 那還有多少個洞洞要填呢? 還有兩個洞洞要填 所以就是5P2 而因為是計次序的 你排數字有什麼可能不計次序呢? 嗯 可以嗎? 可以 那Bpart呢? 對 稍後 多少 3-Digit Noore total 200 小過 200 Bpart已經沒有說是單數還是雙數還是怎樣 總之要小過200 而且也是按照三個不同的數字 嗯? 它還是三個不同的數字 對,這個沒有變 這樣嗎? 所以這次有問題的地方是哪個位置? 少於200 少於200 就是第一個位置那個不可以大於200 不可以大於200 那所以 只剩下1 這個1是不是已經是內定了 做馬1定2是1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選擇 甚至乎平常我們就不寫 好了 同樣了 剩下這兩個位置 還有多少個選擇去放下去? 4個 怎麼會是4個? 不會不是4個 我只能選擇去1 只能選擇去1 只能選擇去1 那你還有一個最後的數字呢? 最後的數字就是要排 但是還沒有選擇的 我問你 選擇去1之後 還有多少個數字可以選擇放這兩個位置 5P2 是不是有5個? 5個選擇放兩個位置 那就是5P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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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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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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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要弄清楚了 他說那些模型也好 那些模型是全部不同的 好 首先我想問你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你有沒有頭緒? 其實都沒有一點 一定是這樣看的 不是啊 就是答案 肯定是這樣放的 當然啦 四個模型在左邊 三個模型在右邊 對不起 兩個模型在左邊 我說了三個 好 問題就是有多少個排法才行 其實是四個模型乘兩個 為什麼? 因為那些模型是這樣排的 但是這裡有四個不同的 那這四個模型就是自己要排的 嗯哼 啊 我怕了 怕不怕? 這兩個模型都要自己排的 那模型就是容易選擇的 因為你可能是R1 R2 或者R2 R1這樣排的 那有兩個 那這兩個就是那兩塊 那四個數字我不會排給你看 譬如F1 F2 F3 F4這個排法 或者F2 F1 F3 F4 意思是1 2 3 4這四個數字的亂排 應該有很多排法 這個排法就應該是4! 所以A3答案應該是4乘2 可以嗎? 可以 那B派呢? 還有你會發覺 很多時候我寫完條式就沒有再做下去 因為很多時候寫完條式 條式對的話就按機 可能就不浪費時間 你懂得按的吧? 懂得按 第二題 All the figures must be placed at one end while all the robots at the other end 這次只是說 他們必定要各自是在兩端 就是分開兩邊的 就沒有說誰在左邊的右 你看清楚你明白不明白的意思 明白的意思 明白 那你知不知道B派答案應該是甚麼? 我給你提示你跟APA有關 嗯 嗯 嗯 第四份 B part答案 B part答案是A part答案乘2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B part答案只要求各自放在一起 B part答案只要求各自放在一起 B part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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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A part答案乘2 都是同一個數目 B part答案 有八個小朋友 其中有兩個 其中有八個已經包含了Irene和Jaime 一字排開 就拍照 For the number of possible arrangements if Irene and Jaime must stand next to each other 拍照當然要計算次序 企發不同了 那張照片已經不同了 八絲二 原味的? 未 但是其實不應該是八絲二的 你的損失不應該是八絲二的 這裡我們會講一個概念 其實現在是有六個人 另外就有一個個體 而他們包含是兩個人 但你明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裡說的其實就是Irene和Jaime 他們兩個must stand next to each other 所以我們看成是什麼呢? 他們兩個是捆綁住了 所以他們為之一個 所以他們兩個二合為一為之一個個體 一個選擇 沒錯 所以這裡看成是否七個個體 是 因為另外那六個沒那麼煩氣的朋友 即是說小朋友 就沒所謂的 其實就沒有所謂 是Irene和Jaime才這麼麻煩 好 這裡 我講個答案給你聽 之後我們再慢慢再講 答案原來是二合乘七合 我想七合你會想到為什麼 但問題是為什麼會有二合 要定嗎? 怎麼會 好 謝謝 這條你一定要記住,經常會見到類似這樣的一刻 我都有見過,即使是之前那些題目都有見過 其實這幾題為何我都說要講完呢? 因為你起碼要是很常見,你要明白了概念 經常可以套用其他題目那裡 難是難,你要想一下情況,然後又怎樣 說真的,想,你講一句好聽就想,不多不時有時候就記 這是真事來的,經常跟你講,你當場才想哪有這麼多時間 其實有時間都想不懂 根本就是事前應該已經見過,記了,希望的就是明白了 明白了就會做出來,明白了就記得了 或者不明白的就記了,到時就吐出來,是這樣的 解釋給你聽,好嗎? 好 其實這裏我剛才已經盡量小心地寫了 這一個個體是Irene and Jamie 但他們兩個點牌我們是不知道的 究竟是Irene牌先,即是IJ還是JI 那這兩個牌法都是可以的,這兩個牌法都是叫做Stand next to each other 所以就成為Effect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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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完現在這裏最後一條的Permutation 但講完Permutation我們未必會講Combination 我們再想一想,好嗎? 或者到時你再看吧 好 我們講完這一條可能剩下15分鐘 OK 你想講也行 如果你不想講呢 那就可以講PL1 因為我怕你會很亂 好?20 會啊 對 就是這頭好像Permutation好像大概熟了一點 然後轉過頭又講另外一堆好像很類似的東西 我怕你會很亂 講完這一條先吧 看題目了 有兩男三女的guest 就去一個Ceremony 就要發表演講 五個人 OK Number of ways of arranged OK 他們的speech 如果 男女的發言是KalaKala這樣的 Octernics是Kala 是啊 相間 還有很大的問題就是 這一課的書全部都是文字體 如果看不明白它的字 就搞定了 你說得沒錯 所以呢 有時候 就算是書的題目 有某些 其實你是要猜它的意思 是 其實這樣說 這個什麼alternist 我也有想過是不是卡拉 但是這個字 在這一課 所有教科書都有出的 姐姐 所以如果到時你猜跑死你不知道 就代表你是沒有聽書的 不是 但是真的 例如Bosco他也在教這一課 他教科書的 有一套是Angie的書 我們看Angie的書 在某一條的某一部分 應該是當時我和Angie做的時間有問題 然後跟他看回那一題那一部分 那一條是真的有問題 題目的意思是很不清楚的 你那條題目有問題嗎 題目的意思是很不清楚的 OK 對 題目是想怎樣 想怎樣坐 有一點會很不清楚的 不過問心是不常見的 正常都清晰 對 我們要提醒自己 要看清楚 如果他出的不清晰 那我錯也很合理的 但是正常的 正常的就要懂得做的 都應該錯的 這一條是特別的 它是有男士兩個 女士三個 所以他要卡拉卡拉 就必定是FMFMF 是嗎 是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稍後我可以和你看看 另一個例子 轉一點點題目 已經要另外想過了 好 那所以答案原來是二碟乘三碟 就行了 就已經結束了 因為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什麼 你會知道 你只要保證到 是女出償先 OK 然後那些女兒 就只會在單數的長次出現 而男士就在雙數的長次出現 那很合理的 那很簡單而已 男有男排 女有女排 然後到女排了 就是這樣 我當女兒叫做ABC 男的叫做XY OK 那所以 我譬如當排了就是ABC和XY 那你只需要就是A行先 之後到X 之後到B 之後到Y之後到C 就可以了 嗯 如果你排了另外一個排法 譬如是YX 然後是BAC OK 那你的出償次序就是 B行先之後到Y 之後到A 之後到X 之後到C 是啊 是啊 明不明白的意思啊 所以就是 原來你講到明是這樣 卡拉卡拉排 我只需要決定的就是 男的和女的各自的排法 然後叫第一個出場的時間 你就叫第一個女的 到第二場你就叫第一個男的 只有第二個女的 只有第二個男的 只有三個女的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重點就是 男和女各自自己排 答案就是這個 行不行 好 我肯定有一個類似的例子給你聽 就是什麼呢 三男三女 三男三女要卡拉去出場 特別了 這次因為三男三女 你可以FMFMFM 或者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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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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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QNF coll 3%乘2,怕不怕為什麼是3%乘3%乘2? 我不怕乘2,我怕3%乘3% 因為前面這個是不是3%乘3%? 其實後面這個就是3%乘3% 其實是相等的,加上它又可以,乘2又可以 可以嗎?可以 所以這一課其實不多不少是努力的考驗 頭腦的腦,ok? 好,我們剩下15分鐘說一說Pair 1,好嗎? 好 起碼讓你先頭一頭,腦子 是真的重苦的 好,15分鐘,看看這一段 跟剛才那一份同一份來的? 好,第10題其實還沒教的 第9題還沒教的 還沒教? 第10題還沒教的,Locas你還沒教的 這次人名 好,第11題 第11題是行程圖 是嗎? 嘩 慢慢看題目了 其實你現在有沒有開到一份題目出來? 噢,沒有開 你用iPad開發,然後寫在上面 好 可以嗎? 這個是第11題 第11題 多多多多多多個一份 OK 好,OK 嘩 可以更加教我這個字怎麼讀? C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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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隨便吧,X和M 嗯 好 看一看 行程圖你懂得看的 是不是 不懂得看 小學有教的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小學? 小學小六有個行程圖 網上試試網學那些東西 有啦 行程圖你們不會再教的了 當教了的了 只不過是當邊貨的 即是它可以當你是form 2 ratio 雖然那時候你沒力行程圖的 它也可以當是你找slope那些 OK 好 先看一看好不好 A part Fight distance travel by Maggie 即是M 零十分的時間 但圖裡面是沒有8點零十分的時間點 OK 即是怎樣呢? 即是我們要計算 好 而Maggie呢 其實它的走法呢 它是怎樣呢? 它是由8點到8點25分 它這個 它那個speed 是不是 constant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是多長的 它走了多遠 我們也是知道的 它似乎走了2000米 溶了25分鐘 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可以計算那個速度出來 OK 好了 那A part 那speed 我當這個叫做M Phase 1 OK 謝謝 那那個speed 為什麼 我知道 不知道 8點 8點 不是啦 算式 那些什麼 Y2-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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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問生不需要 雖然剛才我提過 但你不一定要用slope來計算的 這條不用 這條不用 這條 是吧 speed 怎麼算 隨時 距離隨時間 當然是距離隨時間 你看個單位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 似乎今次是meter per minute 是吧 嗯 嗯 所以meter 就放在上面 那應該是2000 是 是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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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內 走了2000米 所以就80meter per minute A part 他問distance travel by Maggie 8點10分 8點10分 那時候 其實他走了多久的時間 走了10分鐘 10分鐘 所以就80乘10 即是走了800米 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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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之後 他問他們八點之後什麼時候第一次相遇 他們什麼時候第一次相遇 就是圖裏邊打交叉的地方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他問這個是什麼時間 他問這個是什麼時間 就correct to nearest minute OK 這條反而是難計的 B part 要怎麼計呢 其實我們要計 其實在當一刻之前 其實我們可能是要計 當時Maggie已經走多遠 即是八點二十分的時間 我們要計 我們首先原來要計 Maggie在八點二十分的時間 他在什麼位置 但是不難計的 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我們想計的位置 但是我們知道時間 八點二十分 其實他那個位置 應該就是 八十乘二十 因為其實他用八十meter per minute的時間 走了二十分鐘 所以他就應該是在一千六百的那個位置 這裏 可以不可以 好了 完完之後這裏 我可能會叫這一段就是 X的Phase 2 你知道哪一段嗎 運動 即是X在B點停了一段時間 六分鐘之後回程 回程去哇 我當這一段叫二 首先我們要找的是RX在這段時間 即是Phase 2的速度是多少 原來是2000除15 看看知不知為何這個色 我先攪拌一下 明白 明白 好了 我現在當他們相遇的時間 其實就是8點20分後的T分鐘 明白這個意思嗎 我假設他們相遇的時間 是8點20分後的T分鐘 原來他們在這段時間 其實呢 其實呢 譬如X就走了這麼遠 而M就走了這麼遠 是不是 所以他總共走了多遠呢 就是400 就是8點20分後 就是8點20分後 X就在B那裡走回頭 那時候 同一時間8點20分後 M就在1,600那裡走上去 去到某一點去相遇 就T分鐘之後 就走了 所以他們總共走了400m 啊啊啊啊 驚不驚啊 驚不驚 你要消化一下這個顏色 可不可以啊 你要消化一下這個顏色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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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計出來呢 答案其實就是這個 那單位應該是一分鐘 那所以呢 那意思是什麼呢 他們會在8點20分後的 一有8分7分鐘 就會相遇 那這個題目說呢 就是correct your answer to the nearest minute 所以他們相遇的時間 應該就是8點22分 哦 驚不驚 驚 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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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不是 可以可以 好 馬上說C分 X他就說了 OK 我們只是說什麼呢 8點至8點25分的時間 8點至8點25分的時間 就是這一刻 OK OK 他就說他自己 X的FH Speed 是高過M的 就問你 同不同意 OK 就問你同不同意 那其實呢 我們只需要計算什麼呢 其實呢 在8點去到8點25分 其實Maggie走多遠 我們是不是知道的 嗯 Maggie不是剛剛走過2000米 是不是 嗯 嗯 嗯 那麼問題就是 同一時間 其實X走多遠呢 我們發覺 X他必定是走多過2000米的 是啊 是不是 因為 喂 大家同一時間 都是在A那邊出發 而X 而M先 M就用這段時間 剛剛去到B 就走了2000米 但是X已經 埋了州 去了B 再休息了一會 再回頭 那所以X走多遠 我不知道 但是他肯定是走多過2000米 嗯 可以嗎 可以 那所以 X的Claim 是不是對呢 當然是對 嗯 嗯 嗯 那你到時寫你怎麼寫 你不是說Distance 就是In the period 就是8點去到8點25分 25分 Distance travel by Maggie 就是2000米 OK 而Distance travel by X 就必定是大過2000米 大過2000 而他們所需時間 是一樣都是25分鐘 那你的speed 其實是Distance travel over by time ticket 那你分母一樣 你分子越大就越大 那所以 X就必定是大過M 那個FH Speed 那所以他的Claim 就是正確 嗯 清不清楚 其實有